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还听说过这样的年终奖吗 付房子首付 送一辆心仪的车 清空购物车等等 并不像大多数公司一样直接把钱打卡里 而都是一些特别实质性的东西 按郭德纲的说法 这样比直接给钱更能体现自己与员工们的感情 没错 这些都是德云社的福利 但是这些都只是普通员工的福利 像岳云鹏 于谦 秦潇贤这些德云社当红的演员 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 我们也都知道老郭的为人 他们虽然都跟德云社是签约演员关系 但更是老郭疼爱的徒弟和知音 自然是不会亏待他们 德云社的年终奖都是在年会发的 普通的员工以抽奖的形式来决定 小到家电器皿 大到房子 汽车 金条 众所周知 每年德云社的年会 都是和老郭的生日一起举办的 而近日德云社上上下下可是忙得一塌糊涂 跨年专场精彩的八马褂还历历在目 就应天津卫视的邀请准备相声主题的春晚去了 郭德纲更是担任了春晚舞台的总策划 先别说举办年会了 就连生日都是在春晚录制现场过的 往年的老郭的生日哪次不是高朋晚座 好在今年天津卫视诚意满满 给老郭精心地办了一场生日烟 为他送上弟子们的祝福 在相声界里师父师娘的生日 弟子们都得到家中祝贺 祝贺的话礼物肯定是不能少 其实从这里面就能知道 郭德纲为什么对这些儿徒这么大方 徒弟们送的礼物每一个都能送到老郭的心坎里 向小月月送的芒 于谦送的门一栏番话的扇子 就连桃阳也是费尽心思 给师父送了一块民国的怀表 这些礼物每一个不仅价钱昂贵 更重要的都是真心待老郭 老郭直接泪洒节目录制现场 这些年老郭一路披荆斩棘 从原先的风雨飘摇到如今的相声皇帝 不仅自己红了起来 更是捧红了一堆有实力的徒弟 德云社的收入更是日益渐增 就拿现在的德云社的各个小剧场票价来说 就在前些时间播出的追光吧哥哥中 杨幂向烧饼吐槽 小剧场门票又贵又难抢 杨幂的爸爸非常喜欢德云社的相声 便找女儿帮忙买三张票 跟朋友想去现场看看 他给爸爸买的票是最前排的六千多一张 三张花了两万 就算是如此 网上售票通道刚开几乎都是秒空 如果有德云社当红的角儿在场 票价更会反备 更别提他们的专场票价了 咱就说专场的最低价 就是那种后排脚 嘎蓝只能听见声音的位置 郭德纲的专场最低 1888一张 张云雷1799 岳云鹏1599 孟赫棠1288 当然这只是当红的主角 才能有这样的待遇 而像普通演员 是不会订这么高的价 小编一边被德云社的票价震惊 一边感慨着德云社的粉丝们真有钱 而老郭口中用来衡量一个相声演员的商演更是夸张 商演和小剧场就不是一个概念了 大型商演一次去个上万人都是很正常的 就以这些年德云社的火爆来说 那肯定是赚的盆满钵满 虽然德云社把大部分的票钱都分给了演员 岳云鹏曾经在节目中透露过 收益上交给公司两成 自己留八成 刚开始 小月月还觉得师傅拿的少了 便偷偷的转给师傅四成的钱 老郭还把他数了一顿 说这是咱的规矩 不能破 说到这儿 真是替离开德云社的曹云金与何云伟等人感到羞愧 退出之后直言德云社待遇不好 养活自己都做不到 小编想问问他们 现在是不是肠子都毁清了 德云社的收入来源不仅如此 旗下演员影视 娱乐综艺 真人秀都有涉猎 疫情期间 小剧场与商演都不能进行的时候 综艺的迎评都快要被霸占了 郭麒麟甚至参加了十几档综艺的录制 网友们都纷纷调侃 他养活了疫情期间的德云社 其实就算所有的演出都停了 德云社也不会面临亏损 握着德云社99%股份的王慧 他也没有闲着 从红酒庄园到服装服饰 奢侈品到日常必需品 这些行业他都开了公司 德云社用相声成就了一个商业帝国 所以年终奖方面自然不会亏待自己人 每个演员不仅能在年会上抽取到自己的年终奖 德云社还会根据这个演员今年的表现给予奖励 老郭可谓是一个好老板 更是一个会赚钱的相声演员 赶上了时代的契机 收获了名语力 带着德云社走在行业中的最前沿 虽然德云社今年的年终奖还没有曝光 就今年的那几位活跃在迎评上的演员 年终奖不得翻上一番 年终奖不得翻上一番